昨天说要去参加林牙之旅的观影会 看来我这个18线小博主终于混出头了 亲个到博主还有周边礼包 美之之啊 影厅不算大 但人还真不少 我直接设恐了 然后我现场既然还有COSTA 林牙还不错 成哥好像也很喜欢 草太君的话就 还有进步空间吧 趁开场前的空蛋 看看礼包里面有什么 首先是星海成本 很有意思 后面新说 透明卡挂时一张 明星片有两张 最后就是宣传单和原作小说 但还少不了海报一张 反正都给你们抽掉吧 接下来是韩剧透的观图感 可以先收藏 看完电影再回来 总的来说 这部电影还是很不错的 绝对值得一看 剧情来说 个人感觉不如前两部 但深度来说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星海成本中可以得知 你的名字 天气之子 到现在的林牙之旅 其实是星海成对灾难 不同阶段的思考 你的名字是尝试防止灾难 天气之子是尝试接受灾难 而林牙之旅 是直面真实发生过的灾难 和灾难后对逝者的哀悼 和对过去的缅怀 正如每次把网门关上前 所看到的记忆碎片 给我一种过去的美好 已不复存在的感觉 成立过去 就如任凭大门敞开一般容易 而直面未来 却像关上门一般困难 需要力量 需要勇气 需要祝福 整部电影的风格 画面 音乐 都无可挑剔 唯一可能不太满意 就是男女主的感情部分 相对薄弱 结尾爆发 效果欠佳 甚至感觉 本该作为卖点的爱情戏 大家阅读一下 而且现在某鱼 好像已经卖到四十块了 不说那么多了 还是吃个羊腿实在 那你们觉得 这部电影怎么样呢 评论区告诉我